喜欢刺激又有挑战性的民众 可以要注意以下这一则报导 每年都吸引全国超过1700位的选手 参加的全国七弹大作战活动 将从2月17号开始受理报名 今年还首度增加了亲子组的赛程 欢迎对七弹活动有兴趣的民众 要把握时间报名 七弹枪声作响 子弹如万箭齐发 两队互相攻防 就是要为自己的队伍争取荣誉 每年都吸引来自全国超过10个县市 1700多位选手参加的全国七弹大作战活动 已经举办第14届了 今年将在3月20号登场 还首度新增亲子组赛程 规划亲子组的活动 是希望我们透过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体验正常的所谓体育娱乐活动 也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 七弹作战的过程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协调 增进家庭的和谐 也能够促进我们家庭之间的亲子的氛围 今年新增的亲子组赛程 免收报名费 预计有108队亲子共襄胜举 再由3队亲子共6人组成一队 有36支队伍互别苗头战斗对抗 让青少年和第一次体验活动的家长们 能够打得尽兴玩得过瘾 就是可以得到刺激感 然后还有那个被打到那种很痛的那种临场感 就是靠他 我都靠他 就姐妹敌人靠他 我负得包围 就是看敌人在哪里 我就跟我爸讲 然后我爸就差不多就知道了 亲子组队参赛 不仅能够增进家庭生活知能 也能营造幸福家庭氛围 今年比赛也将高中组和大专组合并为高专组 将受理144队 国中组90队 主办单位表示 期望年轻学子可以透过期待比赛 从事健康的休闲娱乐 鼓励多元世心发展 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团队作战 因为正式的比赛是五打五 那必须没有个人英雄 绝对是团队作战 那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同学们 他们是没有正式一个社团训练 或是一个组队的训练 他们都是以战代训 不断的参加比赛 不断的磨合 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可以讨论战术 分享心得 培养团队默契的一个精神 想要来尝试在枪林单语中 挑战团队默契吗 全国七弹大赛 从2月17号开始受理报名 欢迎对七弹活动 有兴趣的年轻朋友 以及亲子组队参赛 一同来感受富有刺激性 又兼具挑战性的休闲活动 港东新闻 许富田医院真 采缝报道 收入在行转院训辰 高兴 不可能